嗨 大家好 我是SAN 我是Dada 我終於穿上我的圍裙了 今天會穿的就是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來做補宮 要來油漆 其實我們之前有很多 大家油漆的搭配啊 跟漆髮的文章 還有影片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特別挑 暈染漆髮來教大家 因為這個就是 最常見大家問到報 它有兩大優點 第一個是它很便宜 找師傅去漆一整面一出牆 那個工錢或材料都會很貴 第二個是 漆完就會有小復古或仿清水 有的感覺 就你不用在牆面掛妝的視頻 那它其實就會 是一個很好拍的背景 你會簡單拆解成四個步驟 教大家騎這面牆 上期以前的牆面保護工程 我們之前影片已經有教大家過囉 所以這次就不贅述了 這次選用了三種不同色階 從深到淺的紫色 那顏色為什麼這樣搭配 可以去看我們的另外一支影片哦 第一個步驟是要先瞄框 那挑選名顏色選中間 也就是你最後要呈現出來的顏色 那加適當比例的水之後 就可以開始上戲囉 那苗框的技巧就是直接塗在紙膠帶的邊緣 像這樣子 然後大概要塗多寬呢 我覺得大概塗一個手掌的寬度就可以了 第二個步驟 你要來刷你的第一層油漆 有一點很重要的要注意 是你的油漆 跟你的刷子都不能加水 因為我們這一次想要做出來的感覺就是 不乾刷它刷出來的紋路 所以一定不能加水哦 我覺得這個刷法 你在刷的時候有一個重點是 你的力道要比平常在刷的時候還要輕 因為如果你以用力的話 它就會整個顏料都壓上去了 就沒有乾刷的意義了 刷失敗很多面前都被乾掉了嗎 沒錯 他這樣有沒有發現 每次都是一個人在刷 一個人在看 原因是什麼 我們要期待三個盤子跟三個盤子 最後 但我們期望了 我們現在就要去洗 蚊頭 還要洗這一盤 我們要洗 大家其實可以買我們的重量組 就不用一直 要換顏色 發了東西 沒錯 曾經打廣告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要來上三個顏色裡面最顯的那個顏色 TEMA呢都跟剛剛一樣 就是記得不要加水 這次我們為什麼選擇三個油漆 跟這些顏色的話 大家可以去參考我們之前有一個 油漆配色教學的影片 我覺得說簡單上完這層就已經有感覺了 有哦 真的 很簡單就可以七層 第四步驟要上最深的顏色 我現在要變很可怕 那怎麼辦 所以要再上第五步驟 就是最後你想要能為顏色 哦 真的很可怕耶 這樣最後會好看嗎 最好 會啦會啦 我之前加達有一次改造 然後有一面是用灰色做出來的 就是仿清水果的 暈染性 就是用這樣 超可怕的 欸他有拍照可以放在這裡 好啊 是不是變得很可怕 嗯 是啊 我卻被握握握握你了 太不意外 等下就會變好看了 等下就會變好看了 好 最後一個步驟了 我現在才過了兩個小時不到而已 很累嗎 對 那我們現在最後一個步驟是七回剛剛的中間色 也就是我最後想要嘗出來的顏色 它這樣子就會融入整個層面 它才會出現 你看這邊 它現在底就是有深有淺 那如果你們要七 剛剛第三個顏色 就沒有辦法這樣改 那為什麼我們不深色當底 然後再七七 為什麼要有那麼多 為什麼 哦 剛剛在過程中 已經想到風格有其的名字了 就叫他婆 好適合哦 很像就是男髮薰衣草海的感覺 是騎完心得人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暈染七百 就是沒有以前那麼累 但是還是要很有耐心 因為它是一層一層慢慢疊的 然後中間你可能還會 有一度有點懷疑自己說 騎完會好看嗎 對 真的 所以我覺得建議就是可以找親和好友 或是免帶老公 一起來騎 然後其實就有準備多質疑 不要像我們一樣 沒錯 不要像我們一樣忘記帶東西 但是這個 畢竟是DIY比較便宜的騎法 還是不能跟真實的水底質感 清水膜還有師傅的藝術 其實去做比較 所以如果真的喜歡 追求更真實的質感 我還是建議要找專業的人來騎哦 大家如果對有其的基礎騎法 還有一些什麼疑問的話 都可以看我們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哦 然後如果有任何關於這次騎法的問題 或你們實作之後 有什麼feedback想跟我們講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哦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還沒有 關於這個 小狗 我們去看一下